第514集 最后 他将石头人打得爆碎 直接弥漫出惊人的能量血气 震得空间瓶子剧烈摇动 反滚 害人至极 玉镜瓶的坚固程度足以成熟 此前 楚风做过一些实业 倒也不担心 经过太上八卦炉两次熬裂 如今空间瓶子像是解开部分封翼 内部空间足有上千立方米了 身影一闪 楚风出现在了远古遗迹上 他一惊 不远处有一头如同蜥蜴般的怪物 长着一堆肉翅 煽动刚风 穿透雾崖 快速飞来 似乎感觉到这边有异常 像是西方龙 但肯定不是 他力气很重 快速俯冲到这片区域进行查看 这是附近另一名警戒者 看守着出入麒麟旧潮的道路 楚风攻身 全力以赴 从他背后飞出了一杆 能量长矛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无坚不摧 这是撕裂脊椎枷锁后 这个部位赋予他的特殊能力 那里 蕴养着一杆 金色能量长矛 也像是一头龙蛇 为了速战速决 这也是楚风第一次在实战中 动用这种杀手锦 在路上时 他稍微实验过 唯能惊人 太快了 龙蛇腾空 神毛无匹 之母突然的飞出去 直接洞穿这个生物的下额 而后贯穿头颅 血液死剑 这头目光森寒 凶器恐怖的厉害外星生物 直接毕命 追落下来 嗖的一声 楚风冲了过去 用玉井瓶将他接住 收了进去 一击毕命 扶杀成功 楚风对于这次的 进化效果很满意 撕裂八道枷锁后 他实力暴涨 杀外星人 不是很费力 故此 他渴望再次进化 穿行过这片区域 他在平原深处 见到麒麟朝遗迹 白雾弥漫 巨石横沉 而且 仅在麒麟朝外面 他就看到一株老树 挂着几颗黄金色的果实 还没有彻底成熟 但是药箱 却已弥漫开来 能让人 撕裂六道枷锁的异果 他很吃惊 这还是在外围呀 楚风相信 麒麟朝身处 肯定有惊人的艺术 他非常期待 前方 巨石横沉 这个地方 像是一片石头镇 白雾弥漫 如果贸然闯进去 很容易迷失 这就是麒麟朝旧址 曾经的 瑞兽居所 楚风围绕在这个地方 拽有 面积很大 战地广袤 有巨石 也有不大的石头 被堆积在一起 一簇又一簇 这地方 简直像是迷宫 因为无论是巨石 还是那一簇又一簇的石堆 很多都是相近的 再加上特殊的能量物质 鲜物 不断翻涌 一般人走进去 肯定容易失去方向感 楚风确信 里面有场域 这地方的内部 简直就是 自然而成的鬼打墙 计划者 稍不留神 都得被困住 麒麟就朝半回 但是 这片地带 残缺的场域 大面积的石头堆等 依旧偷着神秘 外星人真是不少啊 楚风绕着走了一大圈 感应到了一股又一股 生命磁场的波动 这片巨石 与石堆 共存的地带 跟一座巨型城池 大小相仿 几时在外围 就发现了一些艺术 硕果累累 其中 有几株足以让人撕裂 六道枷锁 麒麟巢穴 还真是物产丰富啊 楚风叹道 但是 如今都被降临者占据了 一群外星人 长期蛰伏在此 毫无疑问 这座神兽巢穴 深处 肯定还有大造化 不然的话 他们不会 弃居在此 不肯离去 如果 仅是想沉眠 总能寻到家地 楚风 前行逆踪 如同一道鬼魅般 飘进了石堆界 正是接近这处巢穴 地方果然很大 石堆众多 雾埃很浓 而且 每隔千百米远 就能看到一座猫屋 或者石头房子 都住着外星人 在一些石屋附近 有异树生长 好地方呀 楚风烂谈 这片地带 比之那些名山还要强 最起码现阶段 它的复苏程度更高 让药草 异树 都生机喷博 越向离走 能量浓郁度越强 异树也越繁茂 到现在为止 楚风已经发现了 十几处住处 也意味着 十几名降临者 而这还是一角之地 他凌然 二十二年前 来到地球上的外星人 可真不算少 可是 这么多年来 他们无声无息 也真是能够忍的 看来这些降临者中 有人懂得场域 有效避开了一些危险区域 楚风发现 但凡有场域的地方 都没有茅屋 石头房子 很空旷 只有一些艺术生长 其中一些地方 艺术上硕果累累 芬芳扑鼻 但就是没有人去采摘 楚风相当的动心 但却没敢妄动 那是他瞳孔收缩 在一片地带白雾很浓 没有石块 非常空旷 更没有外星人 在那里 有一片雪白的竹林 其中一株老竹子很粗大 雪白如玉 在上面 揭有一串果实 形似一串羊枝葡萄 真是怪异 一片竹林 唯有一颗老竹 揭出果实 像是一串白葡萄 飘出的香气 欠人心脾 这串果实 最起码能让人 挣短七道加速 楚风做出了判断 他眼神火热 当即就付出行动 一步一步向离走去 他知道 这个地方很危险 不然的话 也不至于如此空旷 没有一个外星人 齐居 但是呢 富贵险中求 他渴望进化 想采摘那串羊枝欲满 精英的异果 显然 这串果实 配合雷基木 蛤蟆鞋等 足可以在 太上八卦炉中 熬炼出 一炉宝药 能让他撕裂 第九道枷锁 再次进化 只要能采摘到 这棵老树上的 那串雪白果实 楚风就不需此行 可以攻城身腿 能熬炼宝药 让他进化 值得冒险 楚风逼近 进入竹林中 一刹那而已 他就觉得天旋地转 哪怕他是场域研究者 也是一阵悚然 这地方场域有点吓人 刚进来而已 他就差点迷失 能干扰人的精神磁场 楚风刻写此时 然后迅速的抛向各处 一刹那 这片地带白雾更浓了 将它覆盖 将竹林淹没 楚风引去踪影 他担心 有外星人发现他 随后 他坐在地上 仔细地感应地气 搜索竹林 他想寻到一条安全路径 直接走到 那根老竹子进前 不久后 他面色略微发白 这片地带 踩摘到 带回去猎药的话 他的实力将暴涨 现在天下这么混乱 降临者不断出现 想要应对危机 没什么比自身实力强大更重要了 一日 两日 楚风在这里研究数日 眉头紧促 没有能打通路径 这是 麒麟巢穴中的一脚 哪怕被打残 也依旧有未知的威胁 老山 穆青站在一座山巅 百姨飘舞 望向山脚下 笔拨一晚情的大海 白皙漂亮的面孔上很宁静 新子 已经数次确认 韩文泽 黄维月他们都死了 毕命于江宁 自接山 看样子 被场域绞杀 有人来禀报 就这么几天而已 天神生物内 就有高层成员 投笑穆青 尽心尽力地为他办事 愚蠢 穆青没有回头 这是他对黄维月等人的评价 数日前他就知道 那几人出事了 但却没有任何行动 除非长域造一惊人 再这样下去 以后会成为祸患 他进步太快了 天神生物有两大势力 为穆家与林家 现在 天宗皇子的一位侍女 成功跨界 竟跟穆家人同行 穆家重要人物 穆青和第一时间投笑 穆青 胆胆地说道 我见的是长域绞杀 楚风会有这么厉害 自身已经能力敌几位 撕裂九套枷锁的强者 可是 那片地带 的确有场域激活的痕迹 穆青没有理会 他的话语 这个楚风 倒是沉得住气 我在牢山等他四天了 他居然没有出现 穆青和神色一灵 这个女人 还真是沉稳 静等楚风上门呢 楚风很强 他小心提醒 龙椅般的东西 真要来了 一巴掌就可以拍死 此时 穆青没有掩饰那种傲慢 面对新收的心腹 他无需带着虚伪的笑 穆青和心中发毛 这个漂亮的女人 到底有多强呢 要知道 他只是那位皇子的 一位侍女而已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